他们每一场球 他们首先非常全面 这个会的很多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术漏洞 再一个就是在 因为我们看他们的比赛特别多 就是他对每一场球 他们都是有比较好的 这个赛前的战术准备 对 这是肯定的 因为可能也会 大家因为比较熟悉了 可能大家相互都会有一些 这种战术上的变化 我们看这个李宗伟的得分 11分当中 后场下压直接得分是7分 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他通过后场的下压 刹上网或者吊上网之后的推压 也得到两分 都是主动得分 双方继续比赛 你只要你起球 我就是下压 不一定都中杀 但是也是保持下压 刚才兰巴卡这个往前回球 是一个滚网球 7分钟 13分3 判断非常准 你看这球过来的弧度 对 那个速度和弧度 对 这个就很自然的就会判断出来 一会儿在底线 蓝拔卡判断一个犹豫 回的球质量非常差 被对方往前扑死 他场上这个整个速度 完全跟不上 所以他现在可能 也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去 去打了有点 再一个作为一个年轻选手 他以前可能交 和李宗伟这样的顶尖高手 交手的机会比较少 上来之后确实不太适应 像过去咱们湖北 有一个运动员叫胡云 不是最近去了香港打球吗 这样他和林丹也好 跟李宗伟也好 跟陶飞克也好 他这个交手的机会就多了 我也问过他 他说这个就是 以前跟他们打 就上去根本不适应 几分就下来 确实不适应他们的速度 但是交手多了之后 你知道他们的速度 大概是什么样 毕竟大家都是专业运动员 你这个有一定的适应之后 也基本能跟上 虽然是